人与人之间,不过,就是一个圆字,轻与情之中,不外,就是一个心字,圆,只是一个相遇,分,才是一生相守,那些,擦肩的圆,路过的分,那些付出的真情,遇到的真诚,那些曾经的感动,真情的动容,都是记忆伸出一朵清浅的花,即使瞬间绽放,也会乱流满心。 心与情之中就是一颗心,心与心之间就是一份诚,多少千话默默无盛,多少感动泪淫谋中,多少感伤互诉心声,多少陪伴风雨无阻,思念是爱柔软的诺言,牵挂是爱无悔的期盼,纵然时光渗染,生命也有爱的渗染,永如晨天般灿烂,人与人之间,少的是一份真诚与理解,爱与爱之间, 缺的是一颗真心与懂得,轻与心之间,要的是一种真挚与相容,爱,没有一辈子的浪漫,只有一辈子的温暖。 情,没有一辈子的缠绵,只有一辈子的陪伴。 不要对爱你的人太过刻薄,久了,心会累,梦会醒,情会愣,爱会凉,彼此包容,彼此珍惜,所谓感情,是不求回报的奉献,是没有誓言的永远。 所谓一辈子,是自然而然的习惯,是死心特地的陪着你,人和人相处,都要以一个平常的心态来对待,要时刻想到,这个世界少离了自己照常运行,谁离了我都能活。 反过来,自己离了别人就难以生存,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内容,面对的是我所有的朋友,与他们相处,我很开心,所以,我们要想快乐生活,才开心心不好每一天,就应该与人和睦相处。 多一点宽容,多一分理解,多一分关怀,家庭是这样,连理是这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